花莲县议会的保安小组 今天上午是前往了凤林环保科技园区 进行了高效能处于处理机的考察活动 参加人员有多位议员以及环保局的人员 共同的来进行考察 为了促进垃圾源头减量 发展循环经济 花莲县政府向中央环保署争取了补助处于机设备 或补助6000万元的经费 共计设置两套处于高效能处理设备 设置在凤林镇科学园区内厂房 全套处理系统每日最大处理量为20公吨 目前全县每日处于约有36公吨 其余处于都有各项证室自行 以堆肥方式来进行处理 这个预算就是说怕说口提衣的问题 把所有的处理的都集中在这边 然后新的设备跟新的机器的话 我们过来看一下 它生产的有机会 人一天有量有多少 本身就是说它的厨余量有20吨 然后完成了以后 就让所有的这些的农民 可以来拿这个有机会的话去跟做 这个可以做新款的利用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就是 枯枝的问题 枯枝的问题它就打成木屑 然后打成木屑的话 就跟我们这个厨余 缴获在一起 也可以顺便把这些的问题一并解决掉 所以我们今天保安小组 我们的洗血液二招 还有我们这个李正文 庄之财 还有我们张正志 跟田一新 我们成员今天特别关心 这个问题来特地的来考察 让我们所有的老百姓知道 我们这个厨余怎么利用 怎么活化起来 承包公司副理周嘉欣表示 该设备的整套处理过程 首先会经过人工分选 过硬或金属成分的 厨余杂物等异物挑出 再经过沥水粉碎 挤压流程后 加入米糠或者木屑来加以搅拌 经过两段式的静置与发酵 最后将厨余转化为土壤改良剂 当业者把厨余轻 那个再运过来之后 你就看到这边我们有加盖的 然后会试试过振动绿水机 那振动绿水机的部分就是说 我们先把多出来的水分先排除 那排除之后同时要把异物挑出 异物包含了什么 包含了金属 包含了塑胶 在这边会把异物挑出 把所有的厨余经过碎化 搅碎完之后经过挤干 物易分离期挤干 我们看到这两个大的所谓的发酵槽 这个发酵槽 一顿的发酵槽 一顿的厨余 进去我们发酵槽之后 只要投20公克的我们的菌种 然后在20个小时内 它就会做成第一次的发酵完成 原本需要60天 才能将厨余转换成肥料的期成 现在可以更有效率的以21天来完成 当议员在查看取货记录时 周副理则表示 目前土壤改良剂供不应求 环保局也指出 由于新冠疫情影响 县府基于纾困及振兴考量 目前环科园区生产的有机土壤改良剂 才无偿回馈于各乡镇市 以减轻农民负担 但疫情过后将采收费方式 以维持设备人力的正常运作 记者林杰 凤林郑 蔡峰报道